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药姐妹说 我是Ariel 我是Jen 好多雪松金油 它们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雪松家族全攻略 各位喜爱金药小学烦恼的朋友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和分享 并开喜欢我们 这样才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哦 想知道烦恼师的日常吗 金药姐妹说的ig追起来 喜欢买雪松金油的时候 但是上网搜寻之后 发现好多金油名称 都有雪松两个字 但是 你知道吗 并非所有全部都是雪松家族的金油哦 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像现实生活中 走到路上就说 诶 宜君 可能会有好几百个宜君回头 但是他们其实都是不同家族了 没错 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带你认识 真正的宜君 真的宜君 带你认识真正的雪松家族 有些人呢 会将雪松称呼它为香伯木 但它跟伯是不一样的树种 它属于松科雪松鼠的大桥木 其实雪松呢 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 因为它是圣经中的重要树种 那在圣经中的Cedar是 是一种相当古老的品种 国外籍人呢 会把黎巴嫩雪松 用来做那个木乃伊的防护剂 另外呢 也可以用来当做建材 化妆品 或是香水的原料等等 另外呢 黎巴嫩雪松呢 是黎巴嫩这个国家的象征 所以呢 在该国国旗上面 你其实就可以看到雪松的图案哦 没错 但是现在因为过分砍伐 跟山羊的啃食 所以黎巴嫩雪松 已经变成稀有树种 而大西洋雪松 跟喜马拉雅雪松 就是黎巴嫩雪松 非常相近的品种 所以也只有他们三个 在雪松家族里面 称为是真正的雪松 那首先呢 我们就来先认识 最常使用的大西洋雪松 大西洋雪松呢 又称为 阿特拉斯雪松 因为他的 英文名字就是 阿特拉斯 C大物 如果你用英语的话 就变成阿特拉斯 就是完全的 直译 大西洋雪松 它是松科雪松鼠 是摩洛哥的果树 散发出森林的气息 跟木质的香气 那大西洋雪松的 主要化学成分是 雪松锡 它的含量最高 是一种背板铁锡 主要作用是来与 镇静 强健神经 体症 精神 也可以治疗 呼吸道疾病 并帮助头发生长 再来呢 是喜马拉雅雪松 喜马拉雅雪松呢 也是松科雪松鼠的 是巴基斯坦的果树 它散发出一种 沉稳内敛的香气 喜马拉雅雪松呢 主要的化学成分 是含量很高的背板铁筒 它可以减少压力 或是紧张 为心灵带来瓶颈 并且呢 它具有治疗 就是肢气管炎啊 头痛啊 还有发烧等等的症状 再来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 大家常常误以为 它是雪松科家族的两只精油 但是它们跟雪松 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一只呢 就是维基尼亚雪松 你看它叫雪松 可是它其实是 有淡淡的木头香气 能帮助身心获得瓶颈 主要化学成分 是含量比较高的背板铁锡 具有博科精油的特性 就是有助于循环系统 触激淋巴流动 改善水种 在排水种的功效上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丝薄 但是它是比较大分子的丝薄 所以呢 其实如果你想要用排水种的 配方的话 你可以把维基尼亚雪松 跟葡萄柚结合在一起 因为就是大分子配小分子 那它们的血同作用就会比较好 对 另外呢 维基尼亚雪松也有 互敷互法 缓剑橘皮组织的作用 再来第二个呢 是德州雪松 德州雪松呢 闻起来很像铅笔的味道 有没有 不知道味道 我就拿铅笔起来闻 那德州雪松呢 跟维基尼亚雪松呢 是很像的植物 一样呢 是伯科刺伯鼠的 所以它们成分也很接近 那主要的化学成分呢 是含量比较高的备斑铁锡 因此呢 德州雪松跟维基尼亚雪松呢 它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那主要功效呢 它是强调 缓解静脉曲张 跟消除水虫的部分 既然 维基尼亚雪松跟德州雪松 都是伯科刺伯鼠 所以呢 我们都讲到刺伯了 就不得不提一下刺伯精油 刺伯精油呢 它也是伯科刺伯鼠的 气味十分特别 非常特别 非常非常非常特别 它就是散发出浓郁的那种 烟熏味 烧焦味 它颜色也像 对 就是黑的 而且它很容易树脂化 也氧化树脂化 所以它旁边也会有一些 屑屑啊 粘稠的样子 这时候就更像煤炭烧腕了 那也因为它的气味特殊 所以很少人会把它直接拿来做使用 那它主要的功能有 像是杀菌 消炎 然后对皮肤有正经的能力呢 缓解消痒 它的受斂作用对于搓疮啊 油性肌肤以及头发和头皮屑都不错 但是呢 我必须要诚实摸着良心说 我觉得这支清理有真不好用 就是因为它 毕竟它的颜色是属于比较焦黑的 而且比较粘稠一点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今天要使用在皮肤上面的话 其实有蛮多基金油可以用的 对 一定要用到刺伯啦 对 而且它的气味有一点点抢味 就是它放一点下去之后 你很多味道都会被烧焦味盖住 就也不是那么好调 但这支清理有真的非常特别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遇到的话 我觉得可以试闻一下 然后认识一下它就可以了 最后帮大家做个小复习 请看萤幕上方 从表格当中可以清楚的看到 前三后三的拉丁学名不同 它们是不同家族的 千万不要把我们再混在一起啰 第一支呢就是大西亚雪松 大西亚雪松是松科雪松素 主要的化学成分是雪松烯 主要作用在于 镇静强健神经体症精神 也可以治疗呼吸道疾病 并能帮助头发生长 再来呢是喜马拉雅雪松 一样是松科雪松鼠的 主要的化学成分是备斑铁铜 它可以减少压力或是紧张 具有治疗肢气管炎 头痛跟发伤等作用 第三支呢是维吉尼亚雪松 维吉尼亚雪松是伯科次伯鼠 但它的木植香气 主要化学成分是备斑铁锡 那它有助于循环系统促进淋巴流动 改善水种的功效 也有助于护把护敷 缓解橘皮组织等作用哦 再来呢是德座雪松 它是伯科刺伯鼠的 气味呢很像铅笔的味道 主要的化学成分是备斑铁锡 主要的功效 强调缓解静脉曲张跟排水种 最后一支呢就是刺伯 刺伯呢是属于伯科刺伯鼠 气味就是浓郁的烧焦味 主要的功效就是杀菌消炎等 那对于肌肤有震惊能力能缓解骚痒 听完以上的介绍 大家有没有对雪松家族更加了解呢 如果对于今天的介绍有任何问题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那我们下周六月晚上七点再见咯 拜拜